六十名啦啦隊員在內野炒皮 進歌熱舞 將戲份炒到最高點 終止明星賽 七月份在台北大巨蛋火熱開打 那到底何時能舉辦演唱會 市長蔣萬安給出答案 我就是要讓大巨蛋 一定能夠盡快的辦演唱會 一定辦 趕快辦 那只要審查通過 那八月完成 我想最快 九月大巨蛋的場地是Ready 但是目前我們可以確定 在十月份 我們在大巨蛋就會舉辦國慶晚會 信誓旦旦掛保證 國慶晚會就是要辦在大巨蛋 更像歌手將會喊話舉辦演唱會 遠雄表示 七月三十正式進行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 出動九十二名人員參與各樓層演練 或許校安基金會預計花一兩天時間 判讀資料製作報告 最快八月上旬 結果出爐 但是前一天才剛做完檢驗 市長蔣萬安竟然迫不及待開出大禮包 第三方的公正單位 原本應該在沒有任何壓力跟指導期的狀況下去完成審驗 沒想到蔣市長今天早上就下了一個類似的指導期 給這個相關單位莫須有的壓力 甚至是先射箭再化把的目標 一直拿大巨蛋的一擊來消費 而不是真正的關心這個大巨蛋 活動後依規定辦理申請使用 明明八字還沒一撇 蔣萬安卻急著先載後奏 加上先前大巨蛋漏水事件頻傳 這也讓北市府京都遠省的力道 打上一個大文號 而事實上是嚴凱的一道